各位弟兄姐妹准备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通过灵修 一起来默想神的话语 我们通过灵修 每天读神的话语 我们通过灵修 每天来遇见耶稣基督 以此让我们的信心 越来越坚固 让我们信耶稣的心 越来越坚固 我祝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通过这灵修 让我们的信心 能够坚固在磐石之上 约翰福音第七章 三十七到五十二节 节期的末日 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 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众人听见这话 有的说 这真是那先知 有的说 这是基督 但也有的说 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 经上岂不是说 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从大卫本乡 伯利恒出来的吗 于是众人 因着耶稣起了纷争 其中有人要捉拿他 只是无人下手 差异回到 祭司长和法利塞人那里 他们对差异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 差异回答说 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 法利塞人说 你们也受了迷惑吗 官长或是法利塞人 岂有信他的呢 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 是被咒诅的 那中有尼哥德木 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 对他们说 不先听本人的口供 不知道他所做的事 难道我们的律法 还定他的罪吗 他们回答说 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 你且去查考 就可知道 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 刚才我们听了今天的经文 约翰福音七章 37到52节的经文 我们也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部分就是 37到39节的经文 耶稣在这节日里面 在这圣殿里面的分享 每一天每天的分享 在圣殿里面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也有人起来 大大的反对耶稣 来攻击耶稣 那么在最后一天的时候 耶稣依然站在那里面 来宣布 他的话 那么在最后的时候 耶稣宣布什么呢 37节这样说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耶稣说 你们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那么耶稣指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生命 人其实最终的干渴是什么 不是喝水的问题 是生命的问题 我们真正的干渴 不是这个喉咙的干渴 是生命的 灵里面的干渴 对那永生的 永恒的这种干渴 我们每个人里面 都有这样的干渴 都想解决这个干渴 我们都在努力 通过自己的努力 通过自己的追求 来要解决这个干渴 但是我们发现 都怎么样 解决不了 那么耶稣这样说 说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记 从他府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真正的干渴 要怎么解决 耶稣告诉我们 没有别的办法 你们要来信我 喝着水的方法 就是信耶稣 信耶稣什么 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信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 信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而死 信耶稣第三天 从死里复活 相信信耶稣 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可以得救 我们可以拥有永生的生命 这个信 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得到 各位东姐妹 我们人都是 过一种信的生活 我们感冒了 得病了 相信耶稣 相信医生给我们的药 我们就去吃 我们用什么东西 都看广告以后 信这个是好的 或者别人说是好的 是吧 买车 买冰箱 买电视 都是看广告以后 相信他们的说的 然后我们再买 然后我们也信 金钱的能力 信钱 会给我们带来幸福 信钱 会给我们带来 这个 很多的好处 所以我们拼命地去赚钱 拼命地去 想要去拥有 但是真的解决 我们心灵的干渴了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生活 改变我们的生活 改变我们生活的一些状况 外在的状况 它真的 但是真的有没有改变我们的内在 这干渴 有没有解决这个干渴 我们所追求的那根本的东西 钱 我们所追求的物质 名利 地位 它有没有给我们解决 我们发现 没有 解决不了 为什么 因为它解决不了 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耶稣基督 只有我们来到耶稣面前 相信耶稣的时候 才会给我们这活水的怎么样 江河会在我们里面涌出来 我们才可以得到永生 我们里面有活水的永远的生命 那么耶稣也在这里 三十九节里告诉我们 是如何得到的信 信了以后我们怎么能得到呢 就是圣灵会内住在我们里面 耶稣会拆败宝会是圣灵 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来做这个工作 把祂的喜乐 把祂的平安 把祂的永恒的祝福会给我们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通过今天的灵修 再一次对耶稣有一个这样的确信 我祝愿今天的灵修以后 让我们里面再一次 确信在我们里面 然后因耶稣而来的活水的泉源 大大的涌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里面 我们再看第二部分 40到52节的内容 在上面 耶稣最终在圣殿里面宣布了 到我这里来 我给你们不可的永恒的泉源 泉水让你们喝 你们要信我 那么耶稣的这番话呢 更是一个像炸弹一样 炸在犹太人中间 他们就开始议论 有些人说这是先知 有些人说这就是怎么样 基督 但是人们因为偏见 因为耶稣是来自加利利的 怎么能够从加利利这种乡村里面 出来这样的基督呢 他们就无法接受 然后他们呢 有人呢 又已经安排人去捉拿耶稣 但这些猜疑呢 却没有抓到 没有把耶稣能够带来 那么正在他们这样的争论的时候 之后有一个人呢 叫什么呀 尼格蒂姆 就是在约翰福音三章里面 晚上偷偷的去见耶稣的犹太人的 他又是高官 他又是法利塞人 然后他就来找谁啊 找耶稣 问耶稣永生的事情 那么这个尼格蒂姆 对人们说什么呢 五十一节这样说 不先听本人的口供 不知道他所做的事 难道我们的律法 还定他的罪吗 尼格蒂姆在这里面说 很重要的事情 你们这样来判断 耶稣的根据是什么 你们这样判断耶稣 想要抓耶稣 反对耶稣 抵挡耶稣的根据是什么 就是你们所抓住的律法 犹太人在这个时候 他们所抓住的不是神的话语 他们抓住的不是神的约定 不是旧约里面神的约定 而是他们所抓住的律法 所以他们只抓到现在为止 他们抓住的只剩下的是律法 而不是神 这个也给我们今天 基督徒一个很大的警钟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的教会越来越 我们要看 我们抓住的是耶稣 还是宗教的形式和仪式 礼拜 祷告会 读圣经 教会的各样的活动 我们都在抓住 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抓住 耶稣 基督呢 今天真的很可惜 跟很多的兄姐妹这样分享的时候 她的这个生命里面 真的剩下的所谓的信仰生活里面 剩下的都是宗教的外在 她有礼拜 她有祷告 她有读经 她有教会的这样的生活 那么这些都是一个怎么样啊 她也有小组的生活 有小组的分享 都剩下了怎么样啊 宗教的外在的遗忘 她里面没有耶稣基督 她里面没有遇见耶稣的喜乐 她里面没有这个遇见耶稣的生命的泉源 永在她里面 没有 所以啊 这样的人的特点 就是很干枯的 没有这个活着的 耶稣的生命在她里面 各位兄姐妹在这 我们刚过完农历年新年 我们今年一年又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我祝愿我们弟兄姐妹们 能够脱离着外在的宗教的信仰 能够进入到那本质里面 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都能够遇见耶稣基督 通过我们的礼拜 通过我们的读经 通过我们的祷告 通过我们的查经 通过我们的服事 通过我们所有的生命 来遇见耶稣 经历耶稣基督 真的让我们里面怎么样啊 涌出这活水的泉源来 让我们所信耶稣的根据 不是在于我们所抓住的律法 行事外在 而是在耶稣基督上面 愿神祝福与大家同在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 我们信耶稣 真的我们信耶稣 我们里面有活水的泉源 主啊 让我们注目耶稣 仰望耶稣 依靠耶稣 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